我們大概本來就知道許淑華今年會再次參選 所以我早就已經做好準備 大家都應該知道我有一本許淑華相簿 裡面對她的這個過去的一些這種工作表現 有很多相識的紀錄 那如果等我初選通過之後 在選前 正式的大選選前 我就會召開記者會公佈相簿的內容 保證刺激 保證精彩 所以我已經做好準備要跟許淑華這個一決死戰 其實這一切都是賴清德搞出來的嘛 就如果不是賴清德就250 將什麼綠營的這個大局條款 AKA 誠信條款的話 今天許淑華的登記也不用花這麼多時間在解釋啊 我看了她的那個登記記者會啊 她幾乎這個講自己的事情 可能只佔一點點全部都在解釋 那這不能怪我們啊 這就是你家主席自己搞出來的嘛 說穿了其實民進黨賴清德 他提出了這樣子的綠營版本的大局條款之後 黨內根本沒人鳥他 像王世堅也是直接就去挑戰現任了 還有很多像屏東啊 南部地區 都有很多人是完全不甩這個大局條款 所以最後賴清德的這個綠營版本大局條款 只是在替自己人找麻煩而已 最後看到的還是一樣 許淑華跟洪敬義兩位都是議員嘛 一樣是去參選了立法委員的初選 那他們憑什麼對國民黨指指點點呢 議員怎麼看 因為現在就是除了許淑華要挑戰南松山之外 洪敬義也要挑戰 然後反倒是北松山這邊 目前民進黨還沒有退出人選 北松山這邊主要是因為 吳怡農他宣布不選嘛 所以在這裡可能就是 他們還要再找人 但是我覺得他們因為 會提出新面孔的關係 所以反而可能會比吳怡農選還要來的強 因為吳怡農已經一而再再而三的輸了 那你不能讓他再而三 所以民進黨基本上 他們是很聰明很會選舉的 那就知道要輸第三次太糗 所以趕快換人喔 那在這個我們的松山信義區 那民進黨的部分呢 為什麼會有兩位出來 是因為民進黨已經不再把信義南松山 化成他們的艱困選區了 因為上一次其實國民黨真的是小贏而已 所以他們這一次是非常的有信心 那能夠這個在國民黨的這個以前的優勢選區裡面 他覺得他能夠勝出 所以因為不再列為優勢這個艱困選區 因此他們開放初選 才會有許淑華跟洪建義都去登記的這個情況 那所以我想國民黨也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過去的戰法 如果讓民進黨變成是我們的優勢選區 他們原本的艱困選區被改為 是他們覺得有機會贏的選區 那勢必我們在這一仗 不管是誰最後出現 那都要更注意到就是說 民進黨他的靈活的打法 那要怎麼樣跟他們去互相的批敵 尤其是說其實台北市現在的選舉 我覺得都已經沒有什麼藍綠 是藍大於綠 綠大於藍 基本上就分三塊 藍的綠的跟中間的 所以能不能取得中間選民 我認為是在這個選區裡面 那能不能最後獲勝非常重要的一個主州 那跟客群 所以我自己也會在這方面全力以赴 黨這邊有開一個記者會 然後就是說有一個候選人公約 要就是防止黨內廝殺激烈 往內互打 很好啊 因為我的相簿是許淑華 相簿又不是費洪泰的相簿 所以應該不存在這樣子的問題 我的相簿啊 紀錄啊都是針對民進黨的 不是針對國民黨的 那我跟費委員的差別只有路線上面 主張上面的差別而已 這個我想都不違反公約 這個只是讓選民知道兩個人的特色 那讓人民比較好做出一些選擇而已 比方說我可能在於開拓中間選民 跟年輕選民 還有網路世代的議題上面 還有整體的2024的議題站上面 那我可以負擔更多的角色 那我的這種戰法也比較靈活 換句話說也有時候比較 這個不按牌理出牌 那他可能走比較傳統的這個做法 那選民喜歡哪一種 我覺得是可以交給大家自己來決定 那這個不會涉及到違反這個候選人公約 所以我覺得有這樣的公約很好 嗯 我很支持 但是會不會覺得說 就是這個候選人公約 本身是定這個公約是有一點模糊的 因為怎麼樣才算是 就是不算網內互打 嗯 其實我覺得很簡單嘛 就是比如說你有一些抹黑的攻擊啊 或是惡意的造謠啊 這種可能就黨中央就會出來協調 那如果就是按照具體的事實 去做評論跟討論 那是一個路線上面的辯論的話 我想應該都還屬於 在選舉當中這個合理的做法跟說法 那因為考忌會這邊他們就是有權哦 所以會不會覺得就是說擔心考忌會 他們到時候會變得比較主觀一點 嗯 不會吧 因為我覺得這個人民心中有一把尺 那如果根本沒說什麼 就被考忌會處分的話 那我想大多數的民眾不能接受 這個後座力也會反映到國民黨的身上 所以我還是相信國民黨本身是會秉公處理的 謝龍街不管做什麼樣的決定 我都會支持到底 但我覺得台南民進黨做的這麼爛 黃偉哲把台南搞這麼腐敗 那這個地方又是賴清德的政治出身地 賴清德今天要選總統 他必須要面對台南在民進黨長期執政 已經變得腐敗的事實 所以我覺得如果能夠讓2024年的 謝龍街無後顧之憂 集中火力針對賴清德去監督的話 這個對國民黨在2024年的選戰 才是能夠加分極大化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不分區名單 在比如說第一名 第二名第三名 這種安全名單裡面 能夠最大程度發揮謝龍街的戰力 可是因為我們現在就是還沒有去談不分區的事 所以很多人大家就會擔心說 那如果今天我不選區域的話 那我後面也不分區也沒有 那我是不是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就會有這種去卡位的這個情況 其實在我的選區有發生一樣的狀況 就很多人問說 為什麼這個費委員他不到不分區去 但是問題是這個也不是他能夠決定的 那黨中央他們有沒有去談 我們也都不知道 所以謝龍街他或許他也碰到類似的情況是 如果他沒有去選區域的話 那到底有沒有不分區 這個沒有人知道 所以我是建議黨專家趕快去做處理 因為賴清德既然已經是 國民黨現在確定的總統候選人的對手 那我們就應該要把 能夠把賴清德拉下來的 監督他的了解賴清德的戰隊 全部整理一輪 那在2024年的大選發揮極大化的作用 這個用喝的就能紓壓的飲品 夢夢水 睡前30分鐘喝一包 就可以讓你輕鬆無負擔 現在趕快上快點購 還有優惠搶好康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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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